接下来再把视线转向英国 9号 英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今年第二季度 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萎缩0.2% 这也是英国经济自2012年以来首次出现萎缩 英国国家统计局下属主管国内生产总值信息的负责人表示 制造业产值下降 建筑业疲软 是造成经济萎缩的重要因素 另外 因之前商家担心脱欧所囤积的商品的库存释放 以及多家汽车制造企业关闭工厂或缩减规模 对经济造成的影响也十分明显 这份报告发布后 英国财政大臣赛易德·贾维德表示 尽管数据显示英国经济在第二季度萎缩0.2% 但他认为英国经济不会陷入衰退 英国统计局的数据公布引发了人们对经济衰退的担忧 当经济连续两个季度出现收缩态势 就意味着经济衰退 英国国家统计局表示 英国脱欧引发的恐慌仍在继续扩大 让英国经济特别不稳定 经济下滑速度超出经济学家的预期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